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人的壽命也越來越長 那台灣不可避免的 也是有遇到這個人口老化的問題 那像現在很多的社區 都在做所謂的老人共產 那我是希望說 我在做老人服務的這方面 可以結合這個老人共產 然後現在很多的里長也在做老人共產 社區也在做老人共產 我是希望說 我將來可以結合這個老人共產 在這個老人共產裡面 那他們老人家可以互相聊天 那心情可以愉快 那他們心情愉快的話身體就會比較好 那我是希望說 在這個老人共產裡面 不只說來這邊就是共產而已 還可以照顧老人家的身體 那我可以設置一些譬如說 量血壓、量血糖、量體重的一些儀器 然後結合這些 就是數據 然後讓他們 可以把這些數值上傳到雲端 然後提供他們 他們醫院啊 或者是他們去就醫的時候 老人家的時候 就醫的時候可以 可以把這些數據提供出來 同時 他們在同儕之間 如果說 因為如果自己老人家一個人在家裡 他可能不太會管這些嘛 但是如果同儕互相提醒的話 他們就比較會注意說 自己的身體這樣子 而且這些老人家 平常啊 可能 他們身體還算健康嘛 也可以安排 他們去做一些 志工啊 或者是義工啊 譬如說到醫院來服務啊 或者是到那個 衛生所來這邊服務啊 讓他們 可以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 他們心情也會愉快 讓 讓這個社會啊 也可以加入這個社會 利用他們 可以用得到的體力的部分 來幫助這個社會 為這個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樣子 其實啊 我的父親啊 他是一直是我心目中一個 非常尊敬的對象 由於他的努力啊 也得到這個民間監督聯盟的認可 連續 好幾次都是 綜合問政評價第一名的議員 那這一次我蘇宏卿要代替我父親出來參選 那也是希望說各位 我的 選民朋友們 大家可以給我這個 無黨無派的年輕人一個機會 讓我有機會來跟我的父親一樣 為這個選區為這個選民 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我不敢說我 我會貢獻的比我父親更多 但是我起碼 我會跟我的父親一樣的認真 一樣的努力 傳承這個 問政評價第一名的這種精神 繼續來 為我們這個 這一區的選民來做服務這個樣子 等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